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咸 甜 辣 各种滋味汇聚一堂的美食之地 丰饶的物产带给当地人无尽的烹饪创意空间 也造就了许多经验味蕾的真修美传 运用什么技巧可以快速高效地寻得在地下深藏不漏的冬笋 一根边上就是出了第三颗笋了 制作咸猪脚 还需要再挑战一项什么力气活 这个桌子都在颤动 太硬了这块骨头 炖制螃蟹大菜 要第一时间抢购什么刚出水的鱼仙做配菜 专门的鱼 专门的鱼 用什么方式捕获众多螃蟹 怎样才能阻止捕获的螃蟹相互斗殴 你看我们踩踏事件的伤者掉了一只脚 核桃肉究竟是啥肉 制作核桃肉 为什么要先卤猪头 放了这么大个猪头在面前 一个大猪头 在当地有哪些豪横吃法 妈妈想看 在建德的青山绿水中 会藏有哪些特色乡间老味道呢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冬季是制作腌制品的最佳时机 在浙江杭州建德 有一道用咸猪脚制作的菜肴 生名远扬 据说它不仅味道喜人 腌制方法也是十分讲究 那会是何种滋味呢 然大哥 咱们不是要做这个咸猪脚 怎么来吃早餐了呀 暂时保密 我们吃饱了再去做 吃早餐还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做吗 对呀 有着二十多年厨师经验的 然海涛大哥 现在专注于教授一些学员 制作这种极具家乡风味的 豆腐馅包子 阮大哥说 他要准备制作一桌拿手佳肴 为已经学成准备返乡创业的学员们践行 这当然少不了那道用咸猪脚烹制的招牌菜 为此一会儿他要带味道调查员 先去寻找新鲜食材 这个包子是辣口的 但是这个豆腐特别特别嫩 小红 你再多吃两个包子吧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吃饱喝足 这次的技巧展开了较量 味道调查员凭借着以往的挖冬笋经验 很快有了收获 太大个儿了 这颗笋 不得了 可奇怪的是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 味道调查员这边虽然在不停地找笋挖笋 却收获寥寥 而另一边 冉大哥挖的冬笋却接二连三地出土 收获颇丰 难道他有什么更高明的挖笋技巧吗 冉大哥 我找了半天 还是刚刚那一个 你看我挖的 看来我方法不是特别管用 我挖笋很多方法的 冉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因为前几个月降水少 所以出笋率比往年低 只有运用多种找笋技巧 才能提高找到冬笋的概率 首先要选择退去笋壳与白霜 叶子茂密 且第一个枝叉是双叉的 两至三年的毛竹 其根部大多会长有冬笋 其次要确定毛竹细长的地下精 也就是竹边的生长方向 因为冬笋会在竹边上萌生 所以沿着竹边的走向探索 就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冬笋 它这个笋可以移掉了 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来找笋 按照冉大哥教授的寻笋技巧 搜索范围被缩小 很轻松地便在竹边上 收获了一根冬笋 这个还挺有道 出来了出来了 一根边上就是出了第三颗笋了 收获了冬笋 感觉体力已经消耗过半 可冉大哥说 接着要制作咸猪脚 还需要再挑战一项 十分关键的力气活 那会是什么呢 把咸猪脚变成咸猪脚 皮和肉都一起给撇开 对 接下来用砍刀 把猪脚后面的大骨头把它砍断 将猪脚中的骨头竖着劈开 再腌制的方式 味道调查员还是第一次见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整个桌子都在颤动 太硬了这块骨头 得喊口号劈这个骨头 软大哥说 猪脚的骨头中含有丰富的骨髓 劈开骨头再腌制 是为了盐分可以渗进骨髓 避免骨髓在腌制过程中变质 从而影响到咸猪脚的品质 而还有一个原因 软大哥却说等一会儿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将食盐 花椒 八角和桂皮翻炒约四分钟 待调料盐香味飘出 盛出备用 再将高度白酒撒于猪脚上抹匀 起到杀菌 去腥的作用 为什么咱们这个盐里面要加上 这些花椒 八角还有桂皮 主要目的是为了真香 同时去除肉里面的肉腥味 用炒好的调料盐均匀涂抹猪脚后 就可以将其放入腌制咸猪脚用的老缸里了 我发现咱们把这个骨头给劈开了之后 它就很好放在缸里面 它可以盘起来 原来要将猪脚骨头劈开 再腌制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让猪脚在入缸时 可以灵活弯曲 有利于猪脚在缸中堆叠马放得更紧密 猪脚在缸中腌制约一周的时间 再取出风干晾晒二十天左右 咸猪脚就做好了 任大哥拿出之前腌制好的咸猪脚 再次分派给味道调查员一项利器活 现在我们要把它攒成小块 这肯定又是费体力的活吧 这已经帮硬帮硬的 对呀 小心 这应该多吃俩包子的 这太费体力了 将咸猪脚块与冬笋 豆腐 搭配在一起炖煮 是健德人最中意的吃法 可却不是简单的炖煮 在炖煮前 还需要先将咸猪脚块蒸熟 这又是为何呢 首先要拿来蒸 它的风味更好 吃起来有劲道 这是健德人的一种做法是吧 陈大哥提前用猪童骨熬制的高汤 再加入鸡汁增鲜 辣椒油提辣 猪油添香 大火炖至开锅后 撒入干辣椒段与葱花调味 调至小火 要持续炖煮约35分钟 与此同时 陈大哥将咸鱼块炸至金黄色 与事先烧好的红烧肉 一同烹制约两分钟 便成就了一道色味俱佳的 咸鱼红烧肉 猪肉末与冬腌菜冰 冬笋粒和豆腐粒炒熟 塞入挖去内心的油豆腐中 上锅蒸熟 加以青红椒丁点缀 一道寓意虔诚似锦的喜撑子 就做好了 终于咸猪饺冬笋豆腐包 与猪多美味一同上桌 欢聚时刻到来 是我们见的人 冬季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这个吃起来其实就是 咸鲜然后辣 豆腐很入味 咸猪饺冬笋豆腐包 热气腾腾 胶原蛋白满满的咸猪饺块 咸香四溢 筋到软弹 冬笋片的脆甜鲜嫩 豆腐块的清爽细滑 让口感丰富多变 在辣椒的点点辛辣刺激下 使人欲罢不能 滋味香浓的家乡美食 表达了冉大哥 对学员们学有所成的认可 也蕴含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不得了啦小火开 打架之后脚都没了 又不要啊 山清水又绿 见德人的餐桌上除了有山珍 自然也少不了水中鲜 冬季里 见德市大洋镇产的肥美大洋螃蟹 格外受人青睐 那么见德人会有怎样的吃蟹方法呢 味道调查继续进行 在这里能看到水的地方都是我的 看到水的地方全是大哥的 听到了吗 这是一个狠话 我也很喜欢烧菜 我女儿一向就很喜欢吃 我住这道菜 她都这么说的 爸爸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 徐仙君是大洋螃蟹的养殖户 她最大爱好 就是为家人烹制各种美食 在外读书的女儿 难得周末放假回家 因此她特意要烹制一道 女儿最爱吃的螃蟹菜肴 徐大哥说 在捕捞螃蟹前 先要去一个小岛寻找食材 那里会藏有什么宝贝呢 你看这个岛上就是我们的小菜园 我们上来采点萝卜回去 个头还挺大的 原来养殖场中的这座小岛 是徐大哥开垦的小菜地 徐大哥说 这新鲜的萝卜 正是烹制螃蟹菜肴的重要配菜 拔好了萝卜 徐大哥又会用什么方法捕捞螃蟹呢 因为这个蟹狼有口子大 还要往这里爬进来的 我看到了 这里边是有这种小洞的 你看 对对 这个网里面不放点东西吗 不用 那他们凭什么往这网里边端呢 他往这里经过的时候 往外面爬的时候 他要爬到里面来 就是从这边过的时候 钻进去了 爬来爬去 他满个场地要爬的了 徐大哥将地龙展开放入水中 四处觅食的螃蟹 一旦误入地龙中 身体就会被网勾住 难以再爬出去 就在味道调查员以为 可以坐等螃蟹入龙时 徐大哥却说 趁着收龙前 还需要再去准备一种食材 一旦错过时间 螃蟹美食可就做不成了 究竟是什么食材 还要赶时间去找呢 咱们这是要去捞鱼吗 不是捞鱼 等鱼米回来 咱们来收鱼是吧 是做这道菜一定要用鱼是吧 要用鱼 专门的鱼 专门的鱼 徐大哥经常会到建德市 大洋镇蓝江边上的码头 第一时间抢购 刚刚出水的新鲜鱼品 烹制菜肴 渔船满载而归 满仓又大又肥美的鱼仙 让味道调查员看花了眼 这个鱼咱们可以要吗 但是不要 又不要啊 这我挑的几个大鱼都不行 究竟什么样特别的鱼仙 才是徐大哥想要的呢 那里面鱼太小了吧 我们就要专门挑这种小鱼 刚刚我们那么大的鱼不要 就要这种小杂鱼 让味道调查员感到奇怪的是 徐大哥放着肥美的大鱼不要 却专挑这些又瘦又小 种类多样的小杂鱼来买 这是为什么呀 带着小杂鱼返回 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 赶紧去看地龙里螃蟹的收获情况 可眼前的一幕 让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不得了了小火开 有点踩踏了 这么多了 拎得起来了 拎不动了一下 螃蟹太多了 都踩踏了 脚都掉下来了 你看我们踩踏事件的伤者 掉了一只脚 我们龙师的太迟 打架之后脚都没了 原来这次地龙收得晚了 结果有太多的螃蟹 进入了地龙 生性好斗的螃蟹们聚集在一起 喜欢打架斗殴 竟然发生了踩踏事件 造成了部分螃蟹伤残 你看这腿 运动能力肯定非常强 徐大哥说 为了避免活力十足的螃蟹 在地龙中相互斗殴 造成伤残 捕捞时地龙放入的时间 绝不能过长 这样就可以减少 进入地龙的螃蟹数量 避免打架现象的产生 大洋螃蟹的品种 是中华融蟹 每逢中秋之后 蟹度开始变得充盈饱满 黄满高肥 直到年底 都是大洋螃蟹的最佳食用期 现在萝卜 小杂鱼和螃蟹 都已就位 徐大哥会如何演绎 这鲜味三重奏呢 徐大哥 这是要组合成一道 什么样的特色菜 我要螃蟹烧杂鱼 这个东西我们小时候很爱吃的 包括现在我女儿也很爱吃很爱吃 口味遗传下来了是吧 第一步 要将品种各异的小杂鱼 内脏处理干净并改刀 徐大哥说 在以前 渔民们捕获到的小鱼 因为品种杂 体型小 不好售卖 便用来搭配螃蟹自家食用 却在无意间 创意混搭出了一道香煎美味 如今 这道螃蟹烧杂鱼 已经成了最具见得地方特色的风味菜肴 将清洗后的螃蟹对半切开 徐大哥说 这样烹煮螃蟹时 可以更加容易入味 你看这一肚子满满都是的 现在供些的高也很好了 猪油下锅 加入开碎的姜和蒜 倒入自制的辣椒酱 增加辣味的同时 还可以带来咸味 添加适量的清水 放入杂鱼与螃蟹 再加入蚝油增鲜 黄酒续腥 生抽调味 老抽上色 最后撒入白糖 提升鲜甜之味 经过约15分钟的炖煮 螃蟹与杂鱼的鲜味 已经交融在一起 这时放入切好的萝卜丝 再一次为菜肴增加鲜甜之味 还要加入青蒜段增香 再烹制约两分钟即可出锅 最后撒上青蒜段和红椒圈点缀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螃蟹烧杂鱼出锅了 既然是佳艳 清蒸螃蟹也必不可少 这是可以保留螃蟹鲜美原味的经典吃法 另外将螃蟹与鸡蛋一起蒸熟 就是别具一番美妙滋味的蛋蒸蟹 接着徐大哥开始烹鱼 将自家养殖的三角房放入清水中 加姜 黄酒 炖煮约十分钟 浇上用蒜末 姜末 蚝油 盐 生抽 白糖炒制的料汁 鱼身铺满葱花 淋上热油 让葱香浸入到鱼肉当中 加上红椒丝点缀 一道鲜香诱人的葱烧三角房就做好了 精心烹制的各种水中鲜味上桌 家宴开始了 非常好吃 是一种家的感觉 这糕又甜又糯 吃起来像那种糯米糖一样 就画在嘴巴里面 一道螃蟹烧杂鱼 饱满的蟹黄色泽诱人 口感微粘的蟹膏软糯鲜甜 有了多种小杂鱼的加入 更为汤汁叠加了多层次的鲜味 新鲜的鱼肉吸收了辣椒酱的辛辣之味 香嫩可口 回味无穷 这顿简单却饱含爱意的晚餐 是父亲对在外读书的女儿的牵挂 也是女儿记忆中最爱的爸爸的味道 听说在建德 还有一种叫核桃肉的传统美食 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这核桃肉究竟是什么肉呢 是核桃的果肉吗 为了探寻这道特色菜肴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的美食达人 唐金花阿姨 唐阿姨 小福 你来了 我来了 真在看你们栏目呢 热情好客的唐阿姨喜爱烹饪 已经退休的她 自称是味道节目的忠实观众 她会从节目中学习各种烹饪技巧 然后变着花样为儿女们制作各式美食 这成了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 这一次唐阿姨趁着女儿休假回家 准备烹饪一餐丰富的家乡风味菜肴 来为女儿增加营养 缓解疲劳 唐阿姨告诉味道调查员 想要制作这道核桃肉美食 需要先跟随她去芭蕉树林里找食材 为什么不是去找核桃树呢 这芭蕉树感觉枯了呀 它冬天枯掉了 但是现在粉多啊 什么叫粉多 这个底下芋头磨起来的粉 您是说这个芭蕉树的底下是芋头啊 是 原来唐阿姨要寻找的是芭蕉芋头 芭蕉树下的芋头会是什么样子呢 又该如何获得呢 我先把这个土叶子弄掉 那岂不是挖一次这个芋头 要把一棵树几乎都要挖到 挖到比较简单 它只有有一点点 叼到里面明年又会涨到 因为见德常年的平均气温 达不到使芭蕉树果实成熟的条件 所以当地人不会食用芭蕉树的果实 但芭蕉树地下的快精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芭蕉芋头 却是人们最爱的食材 一、二、三 贵 加油 加油 来了 我第一次挖芋头 见这么大的场面 唐阿姨说 以前物资匮乏 如果挖出体型较大的芭蕉芋头 就是当时人们最热衷的抢手货 如今他专门在自家田间栽种了芭蕉树 就是为了能够随时挖取芭蕉芋头 品尝到儿时记忆中的老味道 还有 小芭蕉 这好可爱 这么迷迷一个 这个不好吃 宝贝在这里 是什么东西 这个好吃 这跟剥竹笋一样的 最佳生的都好吃 生味还能吃啊 我们那个时候到山上干活 忘记得带水了 砍一根这个东西 脚里面这个 水分好足啊 内里水分十足的芭蕉树芯 常被在山上务农的农民 当作解渴的水源 唐阿姨说 用芭蕉树芯与腊肉搭配一同炒制 也是一道独特的贱德香煎风味 个头硕大的芭蕉芋头背齐 接下来唐阿姨会怎样处理它们呢 这要用上全身的力气去削皮 不做不做 唐阿姨说 她要将芭蕉芋头加工成 可食用的粉条 来搭配核桃肉一起烹住 首先需要把芭蕉芋头外皮削掉 再用水冲洗干净 切成小块后打碎成姜 过滤掉残渣 沉淀分离出其中的淀粉 至此粉条的加工制作 才算完成了一半 而真正的技术才刚刚开始 唐阿姨取出适量的芭蕉芋头淀粉兑水 倒入盘中薄薄一层 再入锅蒸熟 之后每隔十分钟左右 倒入一层水淀粉继续蒸熟 直至满盘的芭蕉芋头淀粉全部蒸熟 采用这样一层一层蒸熟的方式 可以保证最后呈现的粉块均匀熟透 爆出来的粉条也能弹性十足 芭蕉芋粉条已制好 可与其搭配的菜肴主角 核桃肉又在哪里呢 唐阿姨啊 我们不是做核桃肉吗 怎么放了这么大个猪头在面前 核桃肉就在里面啊 核桃肉在猪脑子里面吗 核桃肉竟然藏在猪头里 这实在是让人意外 它究竟位于猪头的哪个部位呢 唐阿姨细心刮去猪头上 多余的细小绒毛 用火腔反复烘烤 至猪头表皮无杂毛 再用清水洗净准备卤制 唐阿姨说先将猪头卤熟后 再取核桃肉 操作起来就会变得相对容易 而且还可以保证核桃肉的完整性 将猪头置于卤锅中 加水 倒入生抽 老抽 黄酒 米酒 并放入独家自制的 含有14种调料的卤料包 葱 姜 切片 与萝卜块 梨块 一起放入卤汤中 调味增香 卤制约两个小时 取出猪头 冷却约两个小时后 唐阿姨说 这就到了可以取核桃肉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它再放两个小时呢 里面的核桃肉就凝固了 它就不会散掉 核桃肉就在这里弄了 这里就是核桃肉 核桃肉一边一个 这边一个 刚好对称的位置 它是圆圆的 还真有点像个小核桃 就这一块 核桃肉 整个猪头里面最精华的 淡淡的肉味 因为它是全瘦肉 所以能吃到一缕一缕的肉丝 核桃肉 位于猪头两颊的位置 是猪用于配合咀嚼动作的肌肉组织 一个猪头上一左一右 会各有一块 每个都如核桃般大小 所以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核桃肉 用这难得的核桃肉与芭蕉玉粉条搭配 那会是什么滋味呢 唐阿姨说 将核桃肉手撕成丝 保留其纤维结构 成菜后会更加美味 为了防止粉条糊在锅底 一定要先用白菜叶垫底 再铺满芭蕉玉粉条 将之前卤制猪头的汤汁 倒入适量 借其汤味 大火烹煮三分钟左右 至粉条松软 再放入核桃肉丝 撒上小米辣段与青蒜段 增加风味 灰一分钟左右 核桃肉炖芭蕉玉粉条 便大功告成 接着 唐阿姨又将剩余的猪头肉 分拆后切片 一大盘豪横的卤猪头肉 也惊艳亮相 我妈的菜就是朋友圈 大家都羡慕的那种 肉好嫩 咬起来还有一点点微微的筋道 很滑很软 这个底下的肉最好吃 大婆小时候也喜欢看你 妈妈小时候也喜欢看 核桃肉内里的鸡肉纤维 经过烹煮变得层次分明 入口细嫩 略感筋道 芭蕉玉粉条 吸足了卤猪头的浓郁汤汁 汁香满满 卤香十足的猪头肉 吃起来肥而不腻 家人团聚 让唐阿姨倍感欣喜 拿手的地道家乡风味菜肴 一一呈现 在归家的女儿心里 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幸福的家的味道 美食是不同食材相互融合 形成的绝妙好滋味 是多种情感彼此交织的深情寄托 是烹饪技法的展示 更是用心的温情付出 燃海涛依旧用心将家乡传统的美食制作技艺 交给每一位学员 他希望能帮助更多人走上致富的道路 徐仙君用心经营着螃蟹养殖场 为让家人过上好生活而努力打拼 唐金花继续琢磨着 为家人制作营养丰富的佳肴 这是她内心的快乐所在 美食的味道千变万化 但永恒不变的 总是隐藏其中的 那些不言自明的深沉爱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